在澳洲有一個地方 那裏有一大層鶴煤 傳統的教學說 他們是由在沼澤裏面的樹 經過長時間而形成 如果個想法是 有一大片森林被摧毀 並且被大洪水淹沒 這樣就更加符合證據 其中一樣 就是在煤裏面的樹 全部都撈到亂了 連根部都被扯斷 他們是由不同的角度被打碎 在煤裏面有多層的火山灰薄層 這些松樹是不會在沼澤裏面生長的 如果你摧毀了森林 然後用水沖走它 你會把樹上的花粉搖出來 你會把樹上的花粉搖出來 你會看到有一層是半米厚的土層 差不多有50%是純的花粉 但如果這些樹真的在沼澤裏面生長 經過一段長時間 你就預計只有少許的花粉 幾片的葉 幾支枯枝 但不會是這樣被大量的水分裂 這幅圖是澳洲的一塊寶石 叫貓眼石 人們說要幾千萬年才能形成 但這塊貓眼石在三星期內就形成了 歐洲有一個男人找到一個秘方 你只需要混合適當分量的簡單化學物 而這些化學物是在地上都可以找到的 人們相信在山洞裏面 很慢形成的東西 一定要幾十萬年 但你看這幅圖 這裏有兩個人在 他們的頭盔有支燈在 因為他們是礦工 這不是一個自然的山洞 這是人造的採礦隧道 當這幅圖拍攝的時候 礦洞只有五十年的歷史 所以這一切都是在五十年裏形成的 但是有人告訴我 但是他們很幼 但是有一些洞可以很粗 這塊是同一類的石 但是很厚 但是實際上它在一百年前才開始形成 你只需要有適合的條件 那些人以為要用一個很長的時間 才可以將一些東西變成石頭 在英格蘭有一個山洞 它有適當的礦物質 可以很快地用石頭來包住那些東西 很多人就拿他們的啤啤熊 將它們由軟的熊仔 變成硬的熊仔 在這裡就看到 那些人是怎樣吊起啤啤熊 這裡就是那些人吊起東西的地方 例如啤啤熊 在幾個星期 啤啤熊就會變成一塊石頭 你來看看海岸線是被侵蝕得多快 這就告訴你那些海岸線是沒有幾千萬年的歷史 你看看這裡以前是有一座燈塔 那座燈塔已經掉到海裡 那些人吊起了一百七十年 那些人吊起了一百七十年 就已經侵蝕了整個英格蘭 就已經侵蝕了整個英格蘭 好